拳風, 鎮住邪惡淚 大刀, 劈盡無理事 逢星期四晚, 八點到九點半 條理龍目蘭花系主理 現代蠔客長 客家佬, 牛精文 閹雞, 大咪, 啤梨 Hello, 條理老美 今天是1月15號 第84集 現代蠔客傳 為何我先說屌你老美 我都不說屌你老母 因為我發現我們叫低俗頻道 但其實我們都太科目了 我們平時見到朋友 起碼見到我的朋友 早上, 屌你老母, 昨晚去哪裡 是這麼說的 這樣才夠親切 我因應大家的程度 就說屌你老美 我是啤梨 閹雞 大咪 今天就開始了一點 因為剛才我們上來的時候 突然間發覺 我沒有帶這一張紙上來 其實只有一張紙 今天我有兩張紙 就幾個項目 因為沒有什麼好說 都離不開 立即入政題 都要講講施政報告 我記得 這個是應該是梁振英上任以來 第三份施政報告 其實不要說梁振英 曾蔭權的政報告 我都不看的 其實沒什麼好看的 說到都做不到 是不是 做到也都未必好 那去年 我們記得 簡直是沒有說 今年 實在 因為大家知道 我們事亡 怎麼都講一點 講一節 一節起兩節子 都是講 OK 那 施政報告 今天是第三份 那分鐘是最後一份 有沒有覺得 有這樣的可能 可能會 可能會 你自己覺得 因為現在眾說紛紛 有些人說 做到盡 有些人又說 他可以做足 有些人甚至說 他連任 你自己覺得 可能連任 有這樣的機會 好像 老董 那樣 就是 被人拔下馬 我覺得他應該被人打死 你不是在街頭 被人這麼生打死 不是 那件事是肯定的事 他的下場很慘 第二節 其實本身 第二節 我寫了 六百狗之下場 那這個左仔 你現在想想 昨天 我就不吵泛民主 為什麼 那些人經常說 你看哪些人 吵你了 吵自己人 更少 吵 建制派 那我 為免被人扣 那樣子 不過老老實實說 我要再說一次 我到這一刻 都真心覺得壞事 當然是民主黨 衰靈格的建制派 真的 不用說話 甚至乎泛民 泛民主派 以民主黨為首 但是有層次的分別 我自己對他們這班人的看法 有些是膠的 我能夠的 因為你總不能夠 逼所有人 跟我們一致的意見 一致的想法 一致的策略 那些人未必是壞人 但是有些人 老老實實說 你好像二月一號的民陣 你吹這個雞 尤其是閹雞 還好想天真問我們 二月一號怎樣 是不是吹毛頭 不是 二月一號都簡直沒有那件事 去年一月一號 他說出去籌款 因為我們沒什麼稅 籌款也不是這些 籌款也不是這些 籌不到多少 我今年 我現在預計的二月一號 如果有五千人 我真的提頭來見 五千人都沒有 很多人說 我們為什麼會這麼冷靜 為何會這麼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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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 我們看看施政報告 先放第一段片 學生會的官方刊物 不止一次 還有幾個不同的專題編輯 都提到說 民主回歸論已經死亡了 香港民主獨立 應運而生 甚至提出要武裝獨立 香港建軍等等 我覺得這些 確實在社會上 應該引起大家注意 以及要警惕 因為我們看這些論調 不單止對香港 推動普選 原住沒有幫助 如果你說我們這個地方 應該是一個獨立的地方 我們怎麼根據基本法 來推動普選呢 港大校監的身份 我想不包括和學生 討論香港的憲制地位 我不只是港大校監 那我應該是白大院校監 校監在那裡的性質 好 回來 這一段就是梁振英回應 因為他昨天施政報告的時候 他有一個篇幅 就是批評學院 OK 不是 一開始已經 是的 於是乎 他剛才這一段 就是今天補菲 回應那些人對他 批評學院的批評 OK 首先我要這樣說 香港是不是一個出版自由的地方 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地方 絕對是 學院 去年這個時間 他出了一份 香港 我不記得 我們去年也有講過的 我們那一集節目 其實 理論上 他寄了一份給我的 我就看了兩頁 就受不了 OK 理論上那一份 其實都沒有conclusion 是一個怎麼說呢 是一個討論研究可行性 成真一個學術性比較大的討論文章 OK 我先不要講這一點 我當他現在有一個人 就算真是鼓吹港獨 鼓吹獨立 鼓吹軍事武裝起義 你只要他有沒有行動 他一天還沒出來 你拖馬 首先我們還沒有23條 還沒有安全法 在一個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地方 幾個時候輪到你真是指三道四 就是你兩個人真正 全家產到八九 你認不認識 基本法比你可以這樣做 全家產 這些人就是狼子野心 今天講得比較快 因為這些人其實不值得屌 他的命短 想到不得了 全家產 你的問題就是 剛才開車來的時候 客家樓 這陣子我們少見面一點 大家有各有各野網 就說 看到張超雄和帆國慧 在大部落區 就是什麼心間 是呀 所謂心間 就給了公公婆婆婆 未必是有組織的 街坊 超過百人 超過百人 超過 圍吊 我想說 一些平時 拿范國威 他都是大部區議員 張超雄都是新界東的 兩個都是新界東 這麼斯文的人 他們有幾個 激烈的言論 都可以被人圍吊 如果 我真的不能夠想像 我們好像去年這樣 開個街站 吊你講我們的說話 大了 吊你打爛交 為何那些人會有圍吊 為何那些人會有圍吊 會有這麼勇氣 以前我們會不會被圍吊 當然沒有 被我們圍吊 為何那些人這麼有勇氣 因為 第一 聽到媒體 和民建聯在地區的論述 第二 那當然 我其實問心一句 我都尊重他們 他們是蠢的 第二 就是 撞了一個膽子 他真的覺得現在有人搞亂香港 看天行道 而這些就是收藏你梁振英拿 他講的那些說話 這些就是政府縱容 政府不是一個中立的政府 他現在這樣做法 老老老實實說 他有沒有這麼厲害 你不就等於 當年毛澤東 一脫定音之後 你不就全部人去 鬥巴學院 鬥巴學生 一定會 這些就是 完全是 是禁制言論自由 那他跟伊斯蘭 那些極端主義有什麼分別 沒有 就是掀起這個政治鬥爭 這個梁振英 好事是做不到 待會我們會講一下那些政策 我沒什麼看 那些小小的detail 關於民生的事情 一點都做不到 掀起這些 這些 政治鬥爭 他就最厲害 他就最厲害 這條狠樣啊 你不要被陳文生生cancer 你的狠樣 一定沒有命 近日 有一些網友 真的有 我按了按 或者是一些Facebook的朋友 就說 有什麼可行的方法 殺死梁振英 那我也免得回去 我也沒辦法 被人拘捕 殺死梁振英 是很容易的 香港警察 甚至乎那些什麼 G4 還是G3 G4 難道很像 屌尼老母美國 那些黑鬼 我看那些屌尼老母 是JJ JFK 那些這麼屌尖堡 屌尼老母 老實實說 我兒子 兩三歲 我就讓他玩GTA 拿著那些Sniper 那些追擊槍 軟軟軟 軟軟軟 兜頭打爆他 你不要臭屌尼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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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被人摧摧 剛才我早上我去餐廳解釋了什麼叫善動 我和他閹階 一會兒可以說一下 好了 我認為梁振英這個人 首先我要說一下 就算真的有人拿出來 香港要獨立 要軍事裝備 作為一個學術研究或者討論 是沒有分別的 當然這些可能是種下種子 種下種子 那問一下你自己共產黨 問一下你港共政權 問一下你梁振英 爲什麽會有這班年輕人,一向以為是比較溫和,尤其是港大,港大普遍的精英是比較溫和和保守的,竟然會有一份學院雜誌 上星期有一班學生想將港大拔出去的學聯,有一班前進的港大學生,私執政為之為政者,問一下爲什麽會有這班人 會這樣想,這個政府可能過了,我們去第二段片,今天講快點 你也好,你三個子女都去英國,我的子女就要從那些大陸的學校去見聞,然後要逮捕他們,經常回去,一年最少回去大陸交流一次 我就寧願,我的子女就像你的子女那樣,去英國,去美國,去那些歐洲國家,看看人家那些先進國家,就不是去大陸 我是經常去荃灣的,現在那裏跟深圳沒什麽分別,荃莊純粹是淪陷了,做了水貨下的天堂之外,荃灣很多地方旺角都是淪陷了 你究竟要買香港買到多少錢? 那似乎特首呢? 我們是來香港最近的,最方便的,尤其是對小學生來說,我們可以上一部車,可以去到深圳或廣東其他地方 亦都有一個經費的問題,如果大家攤開香港地圖看,如果要去中國以外的其他地方的話,那個交通費 而且老師的行政負擔是比較重的 就是屌你老母,689,其實有很多片,各位網友我和你一起看,雖然我下載 我看heading,我下載你 首先講交通費,我屌你老母,現在回大陸便宜嗎? 你便宜就去羅湖,去深圳,去深圳,去什麼東西問嗎? 去什麼東西,春風不打澳嗎?看那些雞是不是五千元一Q 屌你還是去沙咀看,還沒有百五元一隻十三歲雞屌? 屌你老母,你走遠一點,現在去大陸,客家老是最清楚的 隨時貴過你去台灣,是不是這樣說 台灣淡貴上來一千元機票也好 什麼之外,你不去坐飛機,不算坐飛機 住一晚兩個人,一個人,即是叫做打一骨 你起碼差不多一千元一個人 深圳的骨牆少了香港客人,為什麼第一人民貴貴了第二呢? 現在特國骨,你便宜一點,三四百元就不會下樓 你想想你五六塊錢 先說一下,先說一下何小姐 何小姐,我首先很不明白 其實施政報告之後,上電台,接受一下聽電話,上新聞台 是源自什麼時候的? 以前什麼都沒有,是否彭定康就是這樣? 不是,之前有的,不過沒有那麼政治化 老董那時候也有 老董那時候也有 老董那時候有,不是,我是說出之後才有 因為彭定康有的 有的 彭定康之前我沒有,我真的沒有 之前有沒有 他以前不會有鬼佬跟你對話吧 都對話不到 老董那時候是封煙說政治的東西 說一些民生的東西 好,好像是彭定康,網友提一下我們 因為以前根本就不需要跟他對話 我們看到鬼佬都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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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嘖 什麼? 以前不要說他叫港獨 吼,吼,你不要 裘冷奇在有 Nothing 這是什麼局長 ……是什麼局長、是老闆 說英格拉豬的,吼,你也會說 吼,你也會贖言喜敬 好啦,吼,你也會問的 就是他問的最簡單直接 他三個子女呢 吼你了,他三個賤種就是英國 他說他還好呀 不,賤種中的賤種 因為他以作是賤種 他的子女是賤種那個賤種 是賤種,賤種中的賤種 然後就叫我們香港,我沒看細看,是不是compulsory 他說最少一年一次,是不是去付錢 有資助 如果有資助,為什麼我們做家長的,不可以自己選擇去不去 還有今天我要回應,順便回應,有一個叫學聯 不是學聯,教協那個叫教聯 教聯聽個名字都知道 其實一叫聯會,我教你們各位,一定是老左 學聯,為什麼叫聯會呢,你們自己去想想 有個歷史原因 以前,什麼叫協會,問左派出身的客家最清楚 什麼協會,通常就是旺民黨 什麼聯,什麼聯,九成九成九都是 你看民建聯的,工聯會就是了 有個教聯出來說,屌你老母,特首這樣的施政 你們又說他是洗腦,那我就可以告訴你們 去英國那些,一樣是受外國人洗腦 他就用這個argument來爭辯的 我現在就回答你,教聯現在含家產,屌你老母 最佔我們作為一個人的父母,我們自己選擇的 我就算真的洗腦,我當然是給高貴的先進國家 英美,什麼屌你老母,日外來洗 難道給你一個這麼賤,屌你老母,去屌你老母 去屌你老母,個個不是貪污,就屌欺 就是屌欺,屌欺很正常 好像周永康,白雞王 白雞就叫做王 阿米都不屌子了,屌你老母,屌你老母 難道我們去這種落後地區 我們這個阿雞,大哥 雞王 說實話,阿燕雞 阿燕雞,你也要回應一下 你幹嘛兩個星期不做節目,又說腰痛 主要是上個星期是腰痛 為什麼你們幾十歲人沒想到你們腰痛 防事太多 很慘 大家就注意,防事是可以有的 但是你自己年紀大了,小粗 就不要咬那麼多,要慢慢來的 譬如一個星期一次,慢慢騙到十天一次 不是騙到十天兩次 要幫湯水喝,香菇 如果不是腰痛就不行了 好了,你們好嗎 你做完這些事情,明目張膽 其實不要說是洗不洗腦 而是硬要把香港 硬來連結和國內 以問題,就算我當你們這麼大中華膠 大家要明白,首先保護香港 我們維持現有的生活方式 鄧小平,屌你了,不要說得明白 鄧小平說得明白 為什麼要把我們的生活方式拖下去 就過去 這條狼子夜心 唯有滿足他一個人的屌你 想不想要肉肉 這條是梁振英 所以是屌他老母,屌他全家 咒他全家,是天公地道的 不要跟我說這麼多東西 我都及妻爺 屌你老母 其實真的可能不關你子女事 但是也要屌 什麼不關人 一定關人,是戰種來的 好了,這個梁振英 好想殺有戒事 我又講少少 在播第三條片之前 就說屌你老母 我買兩棟公屋 建好公屋出來賣 那很多人評論過 公屋當居屋 我就真的覺得是非常非常用 陸表的方法賣 是不公平的 首先有兩樣東西 你給陸表的人賣 就是這樣的 陸表的人賣 那陸表的人是什麼人呢 可能是自己有居 有公屋 申請 這樣就有陸表 也有陸表合資格的人 譬如說我們這些伙計 排隊了 三年四年 已經等到 看到了 現在 你有沒有籌 你拿給陸表人賣 但是還有一個比例 是 現在你知不知道 去陸表人 如果是住公屋住戶 現有公屋住戶 是1.5個人就會有一間屋 差不多有六十幾個巴仙 你會中到的 而 剩下其他 未上樓的陸表的人 屌你拿給零幾個巴仙 你機率率低一點 低一點 低很多 低很多 好像五萬多人欠 一千個單位 對 好了 屌你拿給你 但是這個是完全不公道的 因為為什麼 如果陸表的人 交自己一層樓出來 一換一 這樣也好 但是我們也認識很多人 好像上水柱南 他不是交樓 我兒子逼狐 兒女大人結婚 現在的兒子 用陸表來申請第二間 他變成鑼多間 結果 你剛才在排隊 真正正正 現在受了高樓價 影響的是什麼人 就是住劏房 生活環境很差 很危險 會塌樓 火燭 好 望見價向你 突然間你狼湊 這麼小屋 你會分給人 你會分給人 給那些既得利益者 這個公屋 其實我認為 是很不公道 我們四個都不是住公屋 但不是因為我們不住公屋 說真的 19500年石棘尾大火 我上樓 直至現在 有些人都還在住公屋 你和我的保障就差九萬八 於是很多公屋的人 我做地產 我告訴你 很多公屋的人 說我要買大元村 你看看公屋下面的停車場 就知道 多多漂亮的車 你什麼 附近的樓 附近的居屋 私人樓 都是河叛花園 百號花園 什麼大埔 他就是把旁邊的 大元村的人買 子女結婚就買 買個取評花園給他 所以你們不要吵英國佬 吵你了 然後現在昂嬌嬌走出來 人家反中亂港 這班傭人是吃傭人 這也是我們深探的原因 記得利益者 那班傭人 記得利益者 那班傭人 住住屋屋 一定是怎樣 做人真的要公道 你自己說真的 就算問心一句 我不是交商品租金的富戶 他交四千元好嗎 你現在四千元 你給我租個湯房給他看 湯房租不到 於是他這個政策 他還要賴 有很多地區 我們找樓的時候 有很多地區人士反對 反對你就當然了 不用什麼政黨 你嘗試民眷員 那麼愛你 那麼疼愛你 你在他旁邊 插一層樓 大元村 插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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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附近的人反不反對 過不了 你就不要這麼大口 於是乎 這個禮拜我們最要觸目的 當然是誠哥 就不會說 剛才閹記提我 那麼四叔 都刮夠他兩包 我們幫我第三條片 四叔貨尾加價三成 替CY眼眉 IQ題 梁振英份CY 啊不是 是施政報告出招增加房屋供應 對樓價有多大影響呢 捐出大坑西村地皮 給政府起樓的四叔李兆基 就不直接搭你 用行動告訴你 四叔渣旗的香港小輪 旗下位於粉嶺的新盤日豐 過美單位 昨天加價重推 最多加夠三成 其中一個實用453尺的單位 又不用450萬 加到近570萬 部分特色戶的赤價 衝到上萬百元 歸著全區新盤 夠了特色 行底還說 這張新價單 都只是剛剛高過成本 以市價推售 真是辛苦了 張喬楚還說 現在只有樓花應是 今年樓價還會升一成 說遠水不能夠近火 其實樓價多熱多癲 就照樣有人搶 四叔加價 可能是2015年的頭炮 又回來 我跟大家說 以香港人 雖然我做地產 但我對政治 經濟 地產 我不熟悉的 不過我可以跟你說 以我的觀察 以香港人那種 心急 和對磚頭的信任 今年升一成 是一點都不奇怪 2015年 繼續升 因為他們很奇怪的香港人 所以我們這些人 發不出財 就真的大了 我們在買東西的時候 會考慮一下這個地方 譬如我上次都說 你要回答我 有什麼理由香港 會比東京 會比馬克頓 會比這些 有錢都不值 但是香港人 有些人仍然覺得香港最好 你今天不買 明天就貴了 快點買 你老老實實說 林志達 剛才那個行李的經理 他簡直是風涼說話到極 他說是略高於成本 但是這個日風 就落成了 我想也有兩年 因為我經常經過 他就在這個 其實叫沙頭角那條橋 以前那條橋 叫做在聯和區的邊緣 走進去 都要走的 其實都不太近 雕雕腳角 走兩三分鐘 但聯和區去火車站 其實就很尷尬 乘車又不是 是呀 走路又遠 走路又遠 OK 那時候呢 我有個朋友 我內地親戚上來買 阿姐阿佐 又沒有名字 要我借個名字給他 那我當然不會做 三九五星七屌 你怎麼犯法的事情 我不會做的 OK 那兼格屌你 有沒有阿姿阿裝 他那時候看 那些六百多尺 實用面積六百多尺 單位呢 好像都是五六百萬 我也覺得好兩貴 他覺得OK的 OK 好了 現在你看到沒有 實用面積四百多尺 加到你五百七萬 好了 李兆基為什麼要在 施政報告之後加價呢 其實作為生意佬 我們不要想著 先蓋梁靜一巴 就在計算 要看看有什麼措施 先 看看有什麼措施 決定怎麼做 OK 看看有什麼措施 即是說他本身 跟六八九 聊天就不會密 即是私下沒什麼 要看看有什麼措施 只不過是 撩你了 拿回成本 撩你了 撩你了 你不要再加三成 你不要告訴我 四叔撩你了 你之前賣的貨 是開廠派賣 如果現在加三成 是略高於成本一點 那之前他不是虧錢買樓 一定虧了 那些是什麼地 那些什麼地 那些地 真真正正 我也不能推完索尺 他們是用幾毫子 一元一個 我知道 當年肯定是農地 是契那些 換回來的 你想想 你現在賣到萬八元 你還說完那些風涼說話 太過不應該了 雖然你是想轉 這個梁振英 對不對 好了 還有少許時間 那 還有多久 勞行 還有三分鐘 都夠說的 梁振英 他很喜歡用一些小故事 學了奧巴馬 這樣說 他竟然說出一句 說有個五歲小孩 問他 他竟然說大個住哪裡 客家佬 你這個女兒今年多大 16歲 他現在有沒有問你 突然說他大個住哪裡 他說錯 你也瘋了 那他小時候又會問呢 有沒有問這些問題 更加白痴 不用問你這個問題 我怎麼會問這個 我女兒不會問我住哪裡 以後 你大個最多小孩 說大個要做護士 做什麼職業 不會的 我要跟爸爸媽媽永遠一起 他要留學 我讀書 他認識那個小孩 這麼厲害 要五歲天才 神童 他這個就真的不算天才 我昨天 真的 昨天我不是讀施政報告 我上班 我們附近舊區 在那些糧茶店 播出施政報告 我看到一個四五歲的小孩 幼稚園 在門口 他媽媽在喝糧茶 我們對面不是 我糧茶店 有一個巴士站的 他媽媽在喝糧茶 他小孩當然不肯喝 就播出電視 那個五歲的小孩 就不是問他媽媽 但是他住在那裡 他就說 梁振英 我扔你了 我媽媽 這個就是五歲的小孩 他媽媽 接著回來再說 真的 他媽媽